5月4日 恰逢海上女神妈祖诞辰日 为纪念360年前郑成功从厦门朝宗宫 恭请三尊妈祖圣像随建赴台湾 并将妈祖圣像供奉于台南正统路尔门圣母庙 两岸信众在诞辰日前夕聚首朝宗宫进行摇祭仪式 春季细雨连绵 坐落于厦门沙坡尾避风屋一余的朝宗宫登龙高挂 两岸信众和各界人士牧首 焚香 三桂九寇 宋独注文 敬献花果 摇祭供奉于台南的三尊妈祖圣像 在这个路尔门那个地方登陆的地方建立一个妈祖庙 并且把这三尊妈祖像就成立在那边 现在就是台湾正统路尔门妈祖庙 所以这个跟这三尊像跟下门关系也密切 尤其是跟郑成功关系也密切 郑成功我们称他为郭姓爷 所以人家说郭姓爷请来了妈祖 所以就简称他为郭姓妈 这是他的来龙去买 原计划邀请台南妈祖圣像重回故地 在走当年郑成功走过的航线返回台南 因疫情打乱了计划 朝宗宫管委会决定请出宫内传承最久远的妈祖圣像 同时用姚记的形式朝台南方向 寄托对国姓妈的思念 我们这一次全部是古色古香 因为360年前都是古色古香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把我们的乡筹 本来的古色古香的 比如说贡献什么 就把古力显示出来 才知道说我们360年前就是这样古力败的 作为祭典的主祭人 台南正统路尔门圣母庙荣誉会长吴敬忠 常年在厦门工作生活 此次前来朝宗宫姚记国姓妈 弥补了疫情期间难以回到家乡 祭拜妈祖的遗憾 从小在洛尔门长大的吴敬忠 对国姓妈的故事耳熟能详 他希望借文化交流 凝聚妈祖爱 推动两岸情 台南刚好也就是郑成功沿横禁王 那当初在设台的时候 是一个贤政的治理中心 所以那个时候跟郑成功离不开关系 离不开的这种连结关系 所以我们对那个时候的 郑成功跟妈祖文化的这种关系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除了称呼妈祖 也称呼了孤姓妈 据了解 厦门朝宗宫有着近400年的历史 清朝康前百年间 官方指定唯一通往台湾的渡口 即设置于朝宗宫前博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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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3 感谢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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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lib